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年的春节往往是中国经济情绪比较好的时刻 如果我们看到以往的数据往往在开春的时候 都是各方面经济数据不错这样一个情况下 客观上是因为消费旅行的刺激 同时也被认为整个股市一般在新年的时候都会放大礼包 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 我记得之前我们在华尔街论坛节目中介绍过 美国的这个股指也有所谓圣诞老人大礼包之称 就是在每年的最后四个股票的交易日 往往股票都会出现上涨的情况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 往往是落在年度的经济工作会议和农历新年之间 这样一个情形 一月到二月之间 但是今年整个春节给人感觉就非常的异样 最近股市是连续探底 3000天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了 为什么因为现在要保卫的是2700点 从2600点也保不住了 今年这个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同寻常 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出了什么大麻烦 那我们看到此前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怪异的政策信号 也是好几个 这个我记得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结束之后不到两周 中国监管机构就突然发布了一个限制游戏收入的草案规定 而且还是由一个非常奇怪的部门 叫做出版管理总局所发布的 新闻出版署 当时整个市场立刻就出现了可以说是雪崩一样的反应 整个科技股全球大跌市值是蒸发了数十亿美元 那么后来中国的新闻出版部门是解雇了这一位叫做冯世新的人 实际上冯世新是在中心部出版局工作 那么为什么新闻出版署出的文件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原因很简单 新闻出版室是一个无头单位 就是他已经闭入了中心部了 实际上新闻出版室是一个空的招牌 所以全力掌握在中心部的出版局手中 那么说这个冯世新现在到底去哪了呢 根据南华早报的记者所了解到的信息 他也不是说一锤子被打到底了 但是调去其他部门了 这个事情做成这样实在是不利于现在宏观政策的一致性 但是这还不是孤立 现在很多观察者们也发现呢 北京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各种信息是模糊而且是混杂的 你今天说要支持私营企业的发展 明天大家就发现哪一个私营企业家突然失联了 一个月不见踪影 你今天说要保持外资与中国公平竞争的环境 为外资创造法治环境 结果你动不动安全部门又发要谨防外国间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到底什么是你的优先事项 可以说呀在各种各样不利因素的交扎下 这让恢复商业信息变得更加的困难了 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就引述北京经济政策制定相关的官员以及央企内部人士进行了回答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南华早报这一篇文章所披露的信息 再请和平先生来简单点评说的有没有道理 其中啊一些了解北京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就说啊 说中国呢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既要也要你呢不能说光是啊搞股市 搞股市搞消费 那就成了西方这样的一个中空化的经济前期 那比如说美国啊现在这个模式是中国非常需要避免的 你也不能光搞安全 你也不能光搞高科技产业 什么都要搞有多重的政策目标 各部门之间有缺乏沟通可能就会引发混乱 尽管一直啊中央都是对于保增长的支持信息 非常的明确 但是你又要保增长又要安全又要独立自主 又要抵御地缘政治逆风 你到底怎样取得平衡 两方面有冲突的时候哪个是优先的 不但是中央没有说清楚 各个地方部门 他们由于政绩考核的标准不定啊 他们自己理解的优先事项也不一样 诶何明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一点说的有没有道理 既要也要造成混乱 简单的说既要又要几乎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政府每一个部门啊 都是找到了一点 你想什么事情 我既要那样又要那样 其实本质是没有错的 但是中共的这个体制呢 它是由各个权力的体系啊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权力的结构 那么它在哪一个观看 它是在既要的这一部分呢 还是在又要的这一部分呢 如果说站在经济的角度来讲 这个李强是建议要这一部分 我们要发展经济 但是陈一新那边呢 是又要的那一部分 所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消息 在这个消息啊 作为另外的老百姓也好 投资者也好 他就开始在想 是李强的建议要重要 还是陈一新的又要重要 如果你认为陈一新才是代表 习近平的真实的想法 那你就根本不要禁要部分了 如果你认为李强 才是代表习近平的真实想法 那你就服侍了这个陈一新的部分 其实这个里面的根本的原因是 习近平想做的事情非常之多 但是他的体系没有完成 完成 他的体系没有完成 大家就只能盲目地插测 如果你体系完成了 对吧 比如说美国 他这个部门那样 那个部门那样 那你就看 哪一个部门的事情 有没有法制的规范 如果没有法制的规范 大家还是会乱想 但是如果有了法制的规范 大家就根本不在乎你讲什么 因为法制在这个国家 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法制 对吧 甚至党都不存在 只有一个人最重要 就是习近平 而习近平讲的东西 今要又要 这是变什么问题了 的确啊 那么在提到三中全会的时候 南华早报也引述一些分析人士说 说现在大家呢 也是在等三中全会 到底给一个清晰的信号 到底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要这么糊涂和混乱 那么今年的三中全会呢 是会确定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和重点 整个三中全会所披露出来的信息 可能会十分的关键 我们看到这一次全会一般而言 一般是在十月到十一月举行 到现在都没有举行 所以很多的利益当利益当时方 利益所有者 还是对工作重点不甚明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怎么办呢 来自南华早报 就引述一位政策专家说呀 说政府各个部门呢 都是最大程度的追求自己的利益 逃避责任 那么这可能就会成为现在出现政策混乱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还引述来自中央政府和国企的三位人士说 说这一次呢 其实虽然三中全会还没有开 但是二零二四年习近平已经给经济复苏定了主题 几个字是什么呢 叫做在曲折中前进或者叫逆境中前进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是在七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句话 怎么理解在曲折中前进或者逆境中前进 第一是承认现在的确是遇到了困难 第二虽然是遇到了困难 咱们还是得往前走 但是问题就是你往前走 到底怎么走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 怎样理解习近平说在曲折中前进 这样一个词 用它作为二零二四年经济工作 这个叫重点之主题 你认为反映了习近平对于二零二四年 怎样的一个期待啊 这反映了习近平和他的幕僚团队 不知道跟人民传在什么信息 在曲折中前进 在逆境中前进是没有含义的 因为人的一生都是在逆境中间前进 很少有人是顺水而流 多数都是逆境而上 所以没有具体内涵 中国的这个女人 被共产党已经摧残到了一种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就等于没有意义了 它的具体的落脚点不存在 什么叫逆境啊 明年你也可以说是逆境 你告诉我哪一年没有逆境 对 政策的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 和缺乏法治的运作的这个轨迹 这个体制一定会很混乱的 而且你讲的这些话 都是空话套话假话 这是中共性的语言 对人类语言最大的一个亵渎 它就不讲人话 你就直接讲出来做什么 不是可以了吗 对吧 中国的文化人喜欢用成语 领导人喜欢讲空话 这是中国的思想界的两大 思想政策的两大毒瘤 你直接讲意思吗 你讲那个成语 那个成语可以无数的解释 对吧 你讲这种空话也是一样的 没有意义的东西 对的确让人想到这些 毛泽东的话 前途无光明 现在的道路齐驱 一切向前看 不知道到底是说的哪一方面 南华早报这一篇文章 还讲到了非常有趣的一点 这要说到之前这一位冯世新 到底他是怎么样捅了娄子 出了问题呢 有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就说呀 说啊 各种各样的部门呢 不是每一个部门 都是管经济的 很多部门对于宏观经济 或者是拟异一个法规的潜在影响 了解是非常有限的 广电的这个法案呢 也不是说真的是要故意 砸你习近平的台子 砸股市 新闻出版署 部门太多了你也搞不清楚 对他之前呢 已经是进行了两年多的 这样的一个草拟过程 才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草案 那为什么要推出 这样的一个草案呢 消息人士就说了呀 说你北京不是说 要支持实体经济吗 那这个游戏不是实体经济啊 所以按照这个这个 新闻出版部门的理解就是说 对于这个行业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是符合中央的意图的 但是他就没有理解到 哎 现在这个宏观经济啊 一致性非常的重要 你推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反而是对于整个私营经济 和整个资本市场的信息 进一步的动摇 所以我们就看呢 整个这个政策啊 你说你北京 你又强调支持实体经济 那我只能眼神虚拟经济 并不是那么重要 你又说要是这个经济工作 重中之重啊 增长是一切前提 那我到底怎么理解 我又不是搞宏观经济的 就会造成这种部门的混乱 同时啊 有一位政府消息 是还向南华早报透露 说呀 说啊 不直接和经济绩效相关的 这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和管经济的工作人员 这个评估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公务员呢 他们每一个人都的都受到 不同的考核体系的影响 哎 你说呀 说我们的确我们是做经济部门的 但是这个经济的表现 不会直接反映在我们的职业晋升前景之上 所以啊 我们反而是把啊 我们什么对于我的职业 对于我的晋升轨迹影响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部分 来看作我工作的重点 谁也不想以大局为重 反而是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啊 这也是重要混乱的一个原因 那同时我们说 现在啊 北京高层到底是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呢 消息人士也特别强调了一点 就是说呀 北京高层其实现在呢第一方面是非常忧心股市和资本市场的反应 但是同时 对于商业信心 信心本身 对于中国经济的实质影响 又没有那么强调 反而是淡化这一部分 相反 他们更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长期经济问题 比如说中国面临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可能会受到美国制裁 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受到更大卡脖子的问题 认为呀 长远而言 这一些才是最能够影响投资者 对于中国信心的因素 现在对于安全 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视 被认为是中国长远而言最重要的一环节 短期投资者情绪的变化 他们认为只是短期过眼云烟 咬一咬牙这一关就过去了 我想请问一下何明先生这一点 这是不是北京真实的想法 北京是不是就是认为我们眼前商业信息损害无所谓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先自力更生 把产业升级搞上去 产业上去了 这一些商业信心自然就会回来 是不是能够吃得眼前亏方为未来人上人 何明先生 习近平被认为是很有定理的一位领导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 他确实是有一个他长期的规划 比如说五年规划 但是我们去看一看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情之后 为什么人们失去了信心 而且失去了信心 那个时候你还有五年规划 但是大家已经不再相信五年规划了 后来是什么事情改变了这种局面呢 就是郑小平的南巡 郑小平的南巡就给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要从政治的亚裔中间走出来 来发展经济 所以讲这么一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一些发展规划是长远的 是指面上的 或者是正在进行的 但是对于社会民众来讲 对于投资界来讲 对于企业界来讲 他需要有一个强行的 这样一个推动力的作用 现在没有 现在凡是各种各样的谣传 各种各样的唱衰 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迎来 所以这会出现一种现象 如果你不能现在把人们的信心就拉回来 或者拉回来一部分 那中国的经济情况 它就有可能性有一点像自我实现的预言 可能我相信 对中国的经济有一点基本上了解的人都很清楚 中国的经济没有那么糟糕 那中国没有那么糟糕 虽然经济和股市没有别人的关系 但是股市也不至于那么糟糕 为什么 就是人们已经等不及你那个五年规划了 甚至他都不去想 我只想到现在的股市如果起来了 那就证明大家还有信心 这种信心就会使你把原来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能会解决 但是如果你丧失了信心 你可能现在的这样一种基础的力量都不存在 当基础的力量还不再存在 你怎么能保证一个完全丧失信心的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市场会支撑到你一定能够 因为你有定力 所以五年以后就更好了 不会 我认为会伤害到五年之后的这种计划 所以这就又回到了你刚才讲的 有时候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其实是有它必然性 只是说你在政策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给大家装控制也好 只找到自己偏重的一方面也好 但是对于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短期的刺激 其实这一点就是既要和又要 好 那我们说到既要又要 我突然想到李强总理在早些时候 在达沃斯的一个演讲中 讲了这么一番话 说我们要放的长远一些 从远处看欣赏美景更美丽 他是怎么说呢 说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 就像欣赏阿尔卑斯山一样 目光长远 才能看得到它的美和壮观 但是我们说 你光顾着看远处的美景 脚下一个泥坑 搞不好 就让你永久失去了爬山的能力 其实很多企业家 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短期的问题 对 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就引述一位国企 一位民营企业家 他就说 说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政府是各种各样的吹暖风 但是你一看到这些政府文件之后 承诺提供支持 本来是满心欢喜 你真正去看这些文件的细节的时候 其实可没有影响的这么光明 他就说呀 说我是做制造业的 我看到这些支持文件的细节 就发现政府的新投资项目往往对于资金 是有很多的附带条件 我们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程序 获得各种各样的许可证 才能够获得资格 最后你还是得跟各类的政府官员打交道 虽然上面是说要支持你这个制造行业的发展 但是他们底下的人又是你的审查员 又是你的监察员 又是你的审核员 一道一道的行政程序下来 其实给企业家并没有那么温暖的感觉 他们还是随时在监督着你 而不是真的为你服务 看到眼前这样的情形和李强所描述远景之美 这位姓唐的制造业的企业家就说 说整个现在的状况还是 但是像达默克里斯之间一样 危险就悬在我们头顶 政府还是想做一切的老板 只要这样 大家就没有这样足够放心去投资的动力 何明先生 那么企业家看未来的视角 可和李强看问题的视角是两个视角 李强看到的是五年十年之后 中国经济更辉煌 企业家看到的是你说给我支持政策 我要取得相关的资金 我得拨好几层提办好几道手续 你哪有一点给企业服务的诚意啊 那么到底如果李强能够听到这一位企业家的话 他可以在政策层面上有所改进吗 怎样更好的平衡短期和长期的问题啊 李强总理怎么也变成一个小文青 如果你去过议事或者去过意大利 或者去过法国 你就会很清楚 你不会天天看到遥远的RBS3 你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看你脚下路 吃饭 对吧 偶尔的时候才抬个头 现在就是中国的问题 站在中国政府来讲 或者站在习近平和李强的角度来讲 它有一个规划可能是对的 而且西方有一些学者啊 有时候讲哎呀 中国还有一个规划 那就是对产业的布局 对财政的安排 对吧 对国家力量的这种冲鞋啊 它都有一个规划的这个地方 计划并不是错的 不是说因为出了计划经济的问题 这个经济就 计划就完全是错了 但是问题是 你刚才讲的很对 就是我们 那RBS3 就做一个比较吧 这大多数的企业家 我能够活得过五年吗 对 对吧 这大多数的人 我等待五年吗 对吧 你习近平现在什么都解决了 你全力解决了 对吧 无数的人跟你拍马屁 你当然是不去考虑 企业家的事情了 李强你现在当了这个总理 你也应不着去考虑什么事情了 但是对于企业家讲 他怎么生存 怎么有竞争力 怎么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比较长远的 比较法制建设的完成 但如果你从今天开始 因为五年以后完成 我今天破坏法律也无所谓 对吧 这就是一些非常非常要命的地方 中国就是习近平陷入到的一种什么危机之中 就是我十九大之前讲的 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机器队伍 这个政治机器队伍他是化解不了的 那怎么办 你不能通过体制来解决体制问题 你只能像郑小平 郑小平他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 他就讲一些鼓励人心的话 不管白毛黑毛 走到老鼠是好猫 对吧 摸到石头过河 这就比我们在取册中间去解决问题具体很多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拿到郑小平的话来讲 我们摸到石头过河 不管白毛黑毛 我发展就是好猫 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先挣钱 先发展 先生存 这是硬道理 所以这样一种矛盾和差别 就是使习近平现在跟这个企业家 和现在的这个社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妥协感 而这种妥协感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都做不好 你开车 老是去看RIP43 你这个车被撞了你都不知道 等撞了以后你还看RIP43干什么呢 所以我说少了这些浪漫的弄掉的忽悠人 你现在就老老实实解决现在存在的那些问题 对吧 企业家担任的是什么 一个企业家莫名其妙失踪 天天下哪里有这样的法律啊 这样无耻低劣和黑暗的法律 搞了一年大家都不见了 原来说我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现在就不干这个职务了 我讲的是包裁 但是如果包裁这个事情是单一的话 我们还可以理解是单一的吗 只是包裁这个事情 它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是一个外界被人怀疑 一直关心的一个企业家 那无数的企业家都是遭到这种待遇 你说 你说 他怎么放在心投资啊 所以这些年很多企业家就干就算了 明明知道海外 处境比中国要接纳很多 从市场量来讲 从很多方面来讲 人文环境也好 当然很多企业家是愿意在中国发展 对吧 当然它到了海外发展 有海外发展的另外一个空间 但是有一些这样做法 它是被动的 而不是主动的 所以我觉得 表面上嘛 李强和习近平讲的话 都是讲得好听 但实际上 政治的这个机器啊 把人们的心情一天一天在折磨 一天一天在折磨 如果这个问题不尽快解决 未来的规划是实现不了的 嗯 之前我也记得南华早报 有一篇文章讲到 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多坐高铁了 为什么呢 第一是坐飞机安全问题啊 第二呢 是坐高铁可以临行的时候 突然决定 到哪个二三间城市 我们停下去去看一看啊 搞一搞突击检查 不要每一次到地方视察的时候 提前安排好几个月 所有都是群众演员摆拍啊 那我也希望这个习近平和李强啊 也应该多坐高铁到那一些小微企业聚集 到那一些现在商业信心恢复的不好 到那一些地方在严重的地方去真实的看一看 当地人需要的是哪一些帮助 不能一面唱好 一面又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实际需求 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华尔街论坛还提到 中国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 还不是像包凡这样的亿万富翁啊 不是像王爱先生这样的公募一哥 可能是更多的小微企业 对于他们来讲啊 他们像毛细血管一样 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必要流通之源 但是小微企业一笔款项收不回来 他可能整个的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 我们说这个金融市场服务的多样化 也不仅仅是为股民服务也是为企业服务 能不能够在商业保险以及相关的补助上 包括在税收服务等一些金融基本的汇收政策上 给这些小微企业更多的帮助 银行不能光只为国企巨头服务 更多的应该为整个经济的命脉提供某一些支援啊 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话题了 未来有时间我们再详细为大家介绍美国一个小微企业 如果他要创业从哪里赢钱啊 那么他面临怎样的风险 有哪一些保险产品可以帮助他对冲掉这一些风险 美国的商业文化是怎样建立的 又是怎样鼓励大家去创业投资的 中国是不是可以从中吸取更多的政策经验和教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驱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思想先驱报的节目的话呢 欢迎您加入华尔街电视的会员 加入会员之后啊再请您登陆六度世界 我们已经专门为思想先驱报的会员开辟了讨论区 在那里您会遇到更多与您心灵相通 真知灼见的这一些读者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专家 想必在这个群中的讨论呢可能会更具价值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 您可以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d尝试吧 我们快点击做 bara 准备了